如果说国内当今汽车市场销量之王是谁,那大家一定会说是非常诚的哈佛H6莫属了。 哈佛H6的市场成功,简直是脆库拉朽势无破竹,越越稳居SUV销灌。 不容置疑,H6已然成为了一款现象级的车型。 H6的成功有很多原因,精致独到的设计造型是一方面,优秀的功能品质是一方面,当然亲民合适的性价比更是重要的一方面了。 这三方的综合因素成就了哈佛H6的口碑和火爆,也使得大街上哈佛H6随处合见。 哈佛H6的火爆自然是有目共睹的了,那么哈佛H6的品质究竟如何呢? 究竟是不是哈佛官方宣传的那么厉害,或者消费者争相传送的样子呢? 无巧不成说,最近有一则新闻刚好回答这一问题,这则销量往H6和凯美瑞手撞。 对比完两车,车主,我的车是棉花糖做的的新闻来自网络。 按照网络传出的资料来看,具体事件情形是,H6和凯美瑞两车正面相撞,零件散落了一地, 两车的前脸几乎都毁了容。 H6和凯美瑞的这一车可不简单,首先这是神车H6和其他的合资车型的手撞, 而这个合资车还恰巧是合资家庭轿车优秀代表凯美瑞。 那么很多朋友就非常感兴趣了,想问问到底是国民神车H6强,还是日系丰田凯美瑞厉害呢? 在这一车之后,丰田凯美瑞前保险杠已经断裂,引擎盖弯曲,中央隔山部分面目全非, 相比于凯美瑞,哈菲G6情况稍微好一点,但是也损坏严重。 当然,小便认为一个是家轿,一个是SUV,本身辆车的结构就有很大区别,应另当别论。 面对H6和凯美瑞这一车的结果,大家有什么看法呢?